當然FX是一個很涼快的市場 有時候我會看FX市場的溫度計 看看市場是怎樣看的 我剛才當然就有少少玩雷種 當然也知道沒什麼選擇 最吊鬼的時候 明知這可能是一個對於美金或者美債的信任問題 但是避險之後人們又會把錢拍到美金 你記得當時311大地震的時候 那個日圓曾經是先下跌過 然後為什麼311大地震明明經濟會倒下 可能影響很大 反而之後日圓反而變強 因為那一刻還是很喜歡錢 就是當你避險的時候 就會把錢拍到美金 沒有什麼辦法 你說是不是那一刻要購物 反過來做回對價的盤 你是不是這麼大膽呢 因為有時候被動的盤 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都很難擋得住 很奇怪 那這次就是第一 反而我覺得Fx市場過去這幾天就挺特別 第一就是撕了柴之後 美金也強了 之前我都說過美匯指數跌穿過100 上來102我都覺得是有一點點驚喜的 因為坦白說 今年是否還可以加息呢 那我再看看Fat Fund Watch 應該就 先看看 我還沒看好久 咦?維持完判 應該就9月因為放暑假了 聯儲局的官員也要放暑假 所以8月就沒有會 要等到9月20 都整個過多兩個月的暑假 其實都挺爽的 那你可以提供一下這份工 雖然人工就低一點 但是都不錯 影響力大 退休了也可以 出席很多不同的討論 例如Greenspac等等 賺回一些居馬費都不錯 Fx1也是頭暑 馬都好像頭暑 之前雖然死了幾隻馬 但是都可以休息一下 香港的天氣就比較熱一點 通常就是 射了任之後才找真銀 就算是由聯儲局的主席 到美國總統都是 美國總統其實人工也不高 但是你曾經做過美國總統之後 你跟著那些討論 譬如說由Bill Clinton 開始說過 哇你每個討論都挺厲害 又去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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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美國總統 我住在英國阿肥波 Boris Johnson其實都挺頭暈的 他現在遞任老婆 之前又要給善養費 然後又生了小朋友 其實做PM或者做MP的人工也不高 那這樣回來了 今年市場預期都不會再加息 剩下三次開會 9月11月和10月11月 絕大部分 超過1.5%都是 維持原判 現在5.2.5到5.5里 上次FOMC的抗議 或者是做抗議 Jay Powell 都說回差不多的東西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新意 都是看回 Data Dependent 如果Data 是通常的通常都可以改善的話 才會影響政策的方向 都四平八穩 我覺得不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美金強返回上去 我也覺得少許驚喜 當然佔美匯指數的 差不多六成左右的 Basket的話 就EUR 因為EUR方面 ECB之前也加了息 但是應該都是暗示 拉加德其實都是 未必會再加息 會先停一停 又不是 我覺得他 他也是會後聲明 其實跟白威爾 好像夾過口供一樣 那兩邊都是 就是說 接下來的話 就要很視乎 一些經濟的發展 和經濟的數據 以決定 都是在用這個Data Dependent 這個字 好像大家都新的 比較喜歡用的 沒錯 所以 但是 留一點空間 總之就是 到門 是完全關閉的 就是 加息尖門 是完全關閉的 但是 似乎是 變動性 是 大了 就是這個意思 有些抄功課之嫌 大家說的話 好像都差不多 或者 GPT也是同一個 GPT 4.0 寫出來的東西差不多 唯一你說 就是 綁的加息機會 還是高一點 雖然 CPI 叫做 放緩了一些 但是 比起 歐元區 或者美國方面 還是比較高 加息的機會 暫時是比較高一點 特別的東西 就要說一說 K.O.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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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ar Yen 就是之前我 介紹的位置 可以沽下去 希望你有食糊 不要再繼續拿著 因為現在就彈回去 一石零水平上面 去到一四三 那 試完了 為什麼呢 其實 開了 開了會 咦 為什麼我過 對了 我們之前 很擔心新的BOJ行長 嘩 行不行 因為之前黑田做了這麼久 還有之前黑田 都 臨離任 之前那幾個月 一講YCC的時候 你記得 市場的反彈 比較大 我們都說 看看新的行長 雖然 K.O.也有跟他 上次去東京見面 但是 K.O.就沒有什麼 告訴我們 現在 他央行行長 究竟是 怎麼看 YCC 但是 今次我覺得 做法也不錯 就是 第一個市場 就沒有 之前黑田 還做的時候 那個反彈這麼大 你記得那時候 黑田一說了 一點點 之後 另一天就立刻 要做一些措施 或者出一些聲明 令到那個市場 就靠近了 但是今次 其實 YCC 理論上 就沒有一個變化 但是 他在說那個 0.5% 那個上下波幅 就是 說 由之前很硬的 就是一個 fixed 你一碰到 好像 好像聯繫匯率 一去到強方 或者弱方 他就會真的 會干干預 但是現在 他的說法 其實這個重點 就是 0.5% 就是上下波幅 純屬一個 重點 不是 一個程式盤 一去到0.5% 就立刻沽 或者去買債 可能 會去到 作為 一個重點 可能去到0.75% 才干預 或者可能 一厘才干預 反而 市場方面 我也不知道 可不可以接受 起碼 那個波幅 或者那個 反彈 就沒有 之前黑田 好像這麼厲害 看回多拉 Yen 多拉 Yen 多拉 Yen 搞笑 去弱方向 因為市場之前 解讀 就覺得 如果央行 一去碰YCC 有機會 日元 量化寬鬆的政策 就可能 開始改變 因為始終 波幅又很大 還有 現在日本 都開始有些通脹 如果搞YCC 的方向 始終 可能 沒有那麼寬鬆 是會收緊一點點貨幣政策 但反而 現在多拉 Yen 的走法 就走回弱方 就是多拉 Yen 就變强 Yen 就變弱 去回143的水平方向 怎麼解讀呢? Yen 我 看不明白 這幾天 去轉弱的話 我看不到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是關於日本本身的事 我覺得 只是 一個反應 強美園 所掀動 老實說 我覺得 看不到 很大的原因 YCC的動動 來講 我想 在這個 債券市場 來說 其實都見到有反應 很明顯地 70年期的 JGB 來說 已經是 升穿了 0.5厘 已經是 比較 都 好像沒見過 0.6厘 但都 起碼是 高過 高過之前 還有 我想市場 其實 自從黑田下台之後 其實大家都 就是 咦 我已經是 已經是 就是 有一個 期望是 會改變 這個 就是 超寬鬆的貨幣政策 其實大家都覺得 他上台之後 是會 有些變動 問題就是 怎樣變動 還有什麼時候變動 所以我想 在市場上 是有一點 就是 心理上 已經打了底 老實說 所以 你說那個反應 沒那麼大 某程度上 是沒有那麼大的 如果你看回之前 黑田那次 就真是 很明顯地 要上去 還有 之前是真的 定了 在 0.25厘 那次是一個 大家 不期待的時候 的一個變動 這次來說 其實大家 就已經 都 預計他 會做些事情 所以 這個市場 我想 那個反應是 可以接受的情況 當然 那個 債就 升了 但是 當然 那個 日圓 當然你可以 爭論 就是 美金因為轉強 就 比起 日圓 就 因為 美金是強於日圓 當然 可以這麼說 但是 走法又 因為 日圓 我看不到 或者 我 沒有看到 任何一些 我覺得是合理地 解釋 日圓的 事情 KHO 有沒有補充 沒有 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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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所以 今天 禮拜 外匯市場 的 變化都比較大 我覺得 反而澳幣 跌得比較多 真的 澳洲 央行 有點 驚訝 我又不會 叫做 完全 一個 就是 out of the blues 沒有再取貨加息 而且 似乎澳洲央行 都 kind of strongly hinted 就是 可能都已經 可以收手了 這樣 這個 也是市場 借來 側低 澳洲指的 一個 因素 其實 我覺得反而 另外一個 我認為 比較有 關於的因素 就是 就是 中國 雖然中央 一直說了 會 就是 推出一系列的 就是 有效 針對性的 措施政策 去 穩定 和振興 這個經濟 但是 一直來講 都是只有一個講字 就是 雖然 昨天又說 這個三點鐘 有個 重要的 發佈會 就是 又是 又是 完全沒有了 就是 就是 我想 對市場來說 是非常失望的 而中國經濟 那你都沒有說 就是 一猴子都沒有出過 但是市場都升了兩千點 就是港股升了兩千點 都 我覺得都很厲害 但是如果你的問題就是 我就 星期一間就說 你每次都狼來尿 來講的話 那你 就是這招 就是可以用多少次呢 那他現在是堅定不移這樣 就是鞏固大家的信心 不停地發文 不停地出這個政策 那 出到大家的信為止 但是 錢就堅決就不出了 很搞笑 我今天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都幾有趣 真的 就是 不是 中央似乎到現在來講的話 都不是說 怎樣特別表示 會 就是中央發債 就是 或者阿爺 阿爺 就是 出手 但是相反來講的話 就逼些地方政府 就要加快地發債 OK 你今年 給你一個 來講的話 就要盡快用了去 你發債月光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可能 就收回 這樣 就是逼你的地方政府 要加快發債去 去 推那個 基建的政策 這個 真的挺有趣的 總之就是 OK 一直都是 出口術 跟著就是 要做事的時候 你很快些做事 不是去做事 或是叫別人做事 都 真的 不會說 那 我也覺得 就是 你越持久 問題就 越滾越大 我覺得 煲就越來越大 如果本身的地方 是自己救得到的話 就不需要中央 不需要叫中央去救 去到那個情況 有些省份 就是 窮一些 那些貴州 或者四川等等 都賣了什麼 就是 樂山大佛 那些 觀光的 門票收入 權利等等 等等 都賣到這些 其實都 挺 頭癢 我都 看不到 什麼可以做得到 所以 經濟 絕對不樂觀 Eddie 你應該有看 身分都知道 香港近期來說 就是 罕有的 一條小鯨魚 在香港這個 西貢的水域 就是出現 就是 這個也是 我覺得 就是 香港政府 OK 那時候 有些人就建議 香港政府 要採取一些 一些 就是做法 OK 就是 因為就是 方正說 叫那些人 勸喻那些人 就不要 蜂擁出海 觀瓶啦 要守 規矩 OK 就是 要給一些安全的距離 小鯨魚 那樣 就是不要令它 就是 受傷 就是 說了 OK 但是 完全沒有做事 那好了 這條鯨魚就被你玩死了 就是我心想 現在就是 就是中央就說 OK 要震經濟 OK 要搞到事情 就是叫那些地方政府 要搞些事情 那樣 那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會不會就是 地方政府玩死了 OK 那就 才收貨 這個也是 挺有趣的 但是後來 你說這個鯨魚 差一點點 這個鯨魚 好像是 不知什麼國家級 保育的 就是不知什麼 一級動物之類 就是 是嗎 就是 那條國保 那是不是要 就是 有些國安法的原因 我覺得 應該要動用國安法 就是 拘捕了這個大家樂的主席 哈哈 全國有份出海看鯨魚的 都要拘捕了 弄死這條國家級 國保 大哥 國保來的 那為什麼當時 這條鯨魚還沒有死的事情 我們 曾經叫做 亞洲最一流的警察 其實應該都派一些水警 維護一下 當 當 那個海域的安全 就是 其他事情都 我覺得警察 情有海源 因為警察 太忙了 我們香港這麼多 國家安全隱瞞 全力去保護 國家安全的時候 照顧到鯨魚 是應該的 但是現在出了事了 我覺得 應該侵犯國安法去追究 那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 當然很痛 希望他來生 就不要再 好游不游 是不是 就是 如果游了上去日本 這樣 KO的家鄉 那就安全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日本人 日本人 你真是不懂 日本人是殺獅米 我知道他殺禽 但是譬如你流進去 東京的海灣 我不覺得他會湯了 或者 有船去 什麼 就是 殺死他 你不要說日本 當日本比較嚴重 你去台灣 或者游了去其他地方 也好一點點 是吧 日本現在很危險 日本如果禽魚過去的話 根據內地的消息 日本現在滿佈了那些輻射水 過去可能 就是不用游到近 走到附近 就已經輻射中毒死了 那你在沃金拉華那裡的水流 那好一點了嗎 南邊 那你那裡復島 那裡的水流 都是向北 吃回自己北海道的東西的 對 應該是向先向上 應該是 那 我覺得 這次當然很搞笑 希望他來世 就不要再做 就是香港的 就是游進來 好游不游 游進來 就是香港的水域 希望他下世會 好一點 去回歐美 比如就是 雷總讀書的地方 那些 就算 你北美有些 都是看禽魚的一些團 但是都 隔成 1km 2km 才看的嘛 比較安全一點點 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 香港的節目 真的比較少一些 就是你說看黃鴨 那我不會開個post出來 在那個節目裡 說你說看黃鴨 但是 這隻 是禽魚來的 就是你走到這麼近 就是當然不知道 他的傷口 是不是真的 那些螺旋槍 或者船隻 去造成他 有個 就是有個傷口 那死的時候 好像說 那些腸又掉出來 等等等等 就是比較慘 那 但是香港人 是不是這麼沒節目 就是這麼悶 一定要開隻船 過去看 我都不太明白 那當然 漁農署 那最後 就是之前 不做事 那你說 不要說 要香港警察去做 那漁農署 那些都可以做的 最後都是等到他死了 跟著就是做標本 那就是 完全都是沒有什麼 救治 就是連 那些畜生都救不到 那香港人 就是自己 小心一點 那 沒有辦法 那 那 那 再說到其他市況 那 優惠方面 都升了一點 有 就是 紐約旗油 就是80元 然後 布蘭大油 就是84元 那 金 美元強制 那金 就跌回1950 以下 到1940 那 SILVER 都是沒有什麼運行 都是比較低 那 那 COPPA 都是其他工業用的 金屬都是 編量比較低 那 沒什麼辦法 那 食品方面 都要看一看 如果農作物 就是 出產在一些 天氣受影響的地方 那價格就會升高 那這個天氣的話 我相信 這些農產品的價格 真的會有機會 將一步上升 不是開玩笑 是啊 那 那 天氣真的會比較極端 那 Crypto方面 比特幣是29,000 Ethereum就是 1840 那 那 再繼續說一些不同的新聞 因為剩下 23分鐘 那 咦 那 那 這隻股票 那 初時我都想著 這隻股票 如果繼續停牌的話 雷總說 會有機會跌 那起碼這個停住牌都不會跌 那 誰知道恒大都還可以復牌 我覺得 就是 廣交所其實對於股民 都真的非常之好 就是 因為你鎖住 就是 不停牌 就是 就是如果停牌的時候 你不能顧 但是復牌 跌回 9.9% 都起碼有得 就是如果 我不知道你們 就是 當然你們不會買一些世界股 那 有時候就是這個 這個世界股去到 是不是 0.001 就是 當你全部看到 那個 賣盤都排了一行行 那個賣盤 一格都沒有 那時候那個地獄 那個慘法 就是 慘得無能 那麼 在香港情況 好像復牌的時候 都有一塊錢 再跌下去 8% 那麼 沒辦法 停牌前就3.2 那 你還有1元 這樣就OK 那麼今天的情況 怎麼樣 708 我也很少看這些 不知道 我都沒有留意 那麼 就是 給你復牌都不錯 那 看看今天的情況 可能升上來 可能3元 咦 有過8 嘩 那天 過8 厲害 為什麼去新聞 來過8 可能有些 打手 有些 是 200億 市值 正 200億 市值 我還想 剛才聽了一點 說 如果低於學價 低於學價 3億 那可以 不知道 如果低於學價 例如 只有一億 兩億 那可以領下 那些人沽得狠 的話 還有196億 不是吧 好 厲害 正 從之前 如果你 開市價 過1.01 跌了 68% 如果你真的 鬧底 那我升了80 一流 這些機會 真的沒有錯過 那麼 這一節時間 應該差不多 我應該都 要退出來 這些有些花生新聞 我覺得奇怪 FORPS 不知道你們兩位 看不看 你們都在Billionaire list 裡面 你們不蝕上這些 Billionaire list 但是這位人 在中環界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 這個 在中環界 這個禮拜 其實都很出名 是一個香港人 很 很想 擠身於 在FORPS 很出名 但是 因為錯的原因 這麼有趣 K.O. 你知道 我應該回來 說一說 我怕Eddie 要開會 未必可以說 我完全不知道 什麼 時間夠了 我還可以 加入到 5至10分鐘 但是 我跟Eddie 說一說 這位 那麼英俊的人 好 稍後我們第三次再說